人间有情 佛情 圣是有情 我们虽然素不相识 但是我们为了弘法 为了传承佛法 我们走到一起了 我们相互帮助 有时候我们不是亲人 圣是亲人 我们以后晚年会相互照顾 我们晚年会相互帮助 我们一直帮助到 人间有情 一事修成 我们一直帮助到 在有缘在天上相见 学佛就是要让自己修成 学佛就是要让自己改变 如果你们能够改变自己 你们就是在开悟之中 如果你们能够学成 你们就懂得放下 记住了 好好学佛 放掉人间 一切杂念 跟我不一样 我不跟你争人间的事情 有本事 咱们天上见 有什么可以争的 有什么可以吵的 大家都懂得 人生无常 佛陀早就讲过 人间的真正 二十年了 有十年了 我们是相信菩萨的人 我们相信天上的菩萨 所以希望我们真的有缘 在天上相见 我祈求观世音菩萨和所有的菩萨 都给你们加持 都保佑你们 你们举的这么多的手机里边的亲人的照片 你们很有自己的慈悲心 你们在救自己的亲人 你们想给自己亲人加持 你们自己学佛已经非常身体健康了 你们还要让家里的人也要健康 非常好 这是慈悲心的开始 等到以后哪一天 如果你们能够举起更多的有缘众生 能够帮助到脱离自己家族 到外面去度不认识的人 那你就是人间菩萨 好好努力啊 昨天讲了这么累 我嗓子也没牙 我今天讲了一场 我是动感情的 所以你看我嗓子现在有点牙了 但是记住了 你们记住师父一句话 要真情对人真正的对人家好 人家一定会对你更好 谁都有感情 每个人都有感情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慈悲心 你记住了 你种下去的善 一定会得到果报的 所以只要你去修行 只管耕作 不问收获 你一定会得到更多的善因和善果 非常感谢印度尼西亚这次为我们安排的法会 也感谢全世界这么多佛友来护持 我们今天法系充满 我们希望以后永远法系充满 师父很爱你们 我会想念你们 其实师父跟你们讲句心里话 师父现在根本不是靠法会在帮助你们 完全是靠法生 今天弟子会上我可以跟你们讲 对外师父不讲 为什么呢 法生救人比开会更快 你们告诉我 你们多少人梦见过台长的法生的 举手给他们看一看 放下来吧 我告诉你们 记住了 好好地跟着观世音菩萨 跟着我们佛陀的脚步走 我们将越走越宽 越走越光明 越走越有希望 我们的明天一定会比今天好 心灵法门师父看得到 爱国爱民遵纪守法 我们的孩子们 已经把心灵法门谱雪成一曲 能够弘扬佛法 弘扬中华文化的一个非常好的法门 它是前途无量 希望你们好好的护持 下次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